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的理解就是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回报 这是从微观的角度去衡量单个经济主体经济行为效率的方法 但是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 如何去衡量资源配置是否达到了效率呢 现代经济学通常用帕勒托效率或者帕勒托最优作为判定标准 帕勒托效率是以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意大利19世纪经济学家帕勒托的名字的命名 帕勒托效率是指资源配置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 在该状态下任意改变资源的配置 在不死某个人的腐力减少的同时 任何其他人的腐力都不会增加 相反如果改变这种资源的配置 在不死其他人的腐力减少的同时 至少有一个人的腐力可以增加 这种改变就被称之为帕勒托改进 我们来看这个图 我们假定一个只有两个人两种可供消费的商品的交换经济 这是把两个人的效用合在一起的一张图 左下角是张三 右上角是李四 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大米和面粉 这两种不同的商品的消费量 红色的是张三的无差异曲线 绿色的是李四的无差异曲线 假设基点是粗食资源分配状态 这就意味着张三占有几乎全部的面粉 而他占有的大米比较少 那其余的面粉和大米为李四占有 跟基点相比 在不伤害李四的情况下 张三的腐力还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吗 只要改变资源配置 沿着李四的无差异曲线 来移动 张三以面粉来交换李四的大米 使张三的无差异曲线 进一步的向右上方移动 而李四仍然停留在EG上面 比如从G点到H点 从H点到P点 不损害李四的腐力 而张三的无差异曲线都在提高 也就是他的效用水平在提高 这都是我们刚才定义的帕拉托改进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张三的无差异曲线 与EG相切为止 在这个切点也就是P点 它所代表的配置就是帕拉托效率 因为在P点 除非降低李四的腐力 否则进一步要提高张三的效率是不可能的 很明显 帕拉托效率跟帕拉托改进 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概念 也就是说如果资源配置处于帕拉托效率状态 就不可能有帕拉托改进的空间 反过来讲 如果有帕拉托改进的空间 就说明资源配置还没有达到帕拉托效率状态 在真实的世界当中 帕拉托效率会遇到一些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 改变资源的配置 会使一部分人的腐力受损 而另外一部分人的腐力改善 这个时候 利用帕拉托效率和帕拉托改进这两个概念 就没有办法来判断这种资源配置的调整 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针对这样一个缺陷 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卡尔多提出了另外一对概念 那就是卡尔多效率和卡尔多改进 如果改变资源的配置 使一个人增加的腐力 大于另一个人减少的腐力 那么这种状况就是卡尔多改进 也叫卡尔多赌场原则 如果任意改变资源的配置 不能够使一个人增加的腐力 大于另一个人减少的腐力 这种状况就是卡尔多效率 后来经济学家希克斯 在卡尔多的技术上又做了补充 所以这个也叫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但是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 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这个概念有致命的缺陷 因为在不同的个人之间 来进行腐力比较 这本身是建立在 激素效用假设的基础上的 但事实上 效用是主观的价值判断 不是客观的外在的 可以统一量化的腐力 基于个人是自己 腐力大小的最好的判断者 效用 它是细数效用 所以 效用只能在同一个人身上 才可以进行比较 正因为这样 所以经济学理论当中 帕拉托效率概念 运用的更为普及 那从字面上去理解 帕拉托效率 它指的是资源配值 已经达到了好的 不能再好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同意反复 所以 帕拉托效率的真正价值 在于它的三个判定条件 交换效率 生产效率 和组合效率 我们现在看 交换效率条件 在这个共识当中 MRS 它是编辑替代令 XY 是两种可供消费的物品 A和B 是两个消费者 在这个公式里面的含义 它是 任意两个人 对于两种商品的 编辑替代令相等 在我们学习经济学的 消费理论当中 编辑替代令 它是指 为了增加一定量的 某种商品的消费 必须放弃的 另外一种商品的消费的量 这两个变量之比 就是编辑替代令 所以编辑替代令 就是某一个人 他的笑容 无参与曲线的协力 我们看这个图 一个人的 一个消费经济的图 那么根据消费理论 一个人的消费均衡 同时也是最优消费组合 就是这个图中的B点 在这个B点 它的无差异曲线 与预算线相切 消费者以有限的预算 达到了最高的效用水平 同时 在这个B点 它的编辑替代令 正好等于预算线的协力 而预算线的协力 就是两种商品的价格之比 现在我们把 它这样一种消费均衡 扩展到两个人的交换经济里面 再看这个图 在这个图中 A点 是资源 的粗食分配状态 图中的 蓝色的扇性 是双方可能达成交易的区域 因为 除了A点 F点以外 两个人的腐力 是相同的 其他的任何一点 与A点相比 都是帕拉托改善 根据定义 I点 是帕拉托最优点 因为在这一点 交换 它不可能再继续下去 在A点 那么正好 这个公式 是成立的 也就是 一个人的编辑替代理 等于另外一个人的编辑替代理 从中 我们可以看出 交换 要达到最佣 必须要满足的条件是 任意一个人 对于两种商品的编辑替代理相等 也可以说 不同的人 对于任意两种商品的编辑效用的评价 是相同的 希望说明的是 I点 它是资源的粗食分配 处于A点或者F点式的帕拉托机油 不同的资源粗食分配点 它必然会对应一个帕拉托最油点 但是 既然是最油 那么 在该粗食分配条件下 那它就是唯一的均衡点 由于有无数个可能的资源粗食分配点 因此 就对应的 有无数个帕拉托最油点 下面 我们就用契约曲线来进一步说明 我们再看这个图 这个图就被称之为 埃奇沃斯合葬图 同样 横纵轴分别代表的是 两种不同的可供消费的商品 图的边框的基定 它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社会可供消费的两种商品的总量是基定 左下角和右上角分别是两个人的圆点 也就是在这个圆点 两个人的效用都为零 那么两个人的无差异曲线都突向自己的圆点 曲线 OO 就是两个人 所有无差异曲线切点连成的一条线 那么埃奇沃斯合葬图当中的任意一点 它代表一个特定的资源初始分配状态 每一个初始分配状态 对应一个帕洛托兹优点 根据交换效率条件 这个帕洛托兹优点 必然是两个人无差异曲线的切点 因此曲线OO 就是两个人在不同的资源初始分配状态下 可能达成交易契约的组合 所以 我们称曲线OO为交换的契约曲线 我们上面对交换效率条件的解释 还告诉我们一个经济学 隐含的重要的结论 那就是商品的自由交换 会增进当事人的福利 因此我们可以推论 一切阻碍商品自由交换的因素 都是没有效率的 相应的 如果我们能够排除阻碍商品交易的障碍 比如市场管制 贸易壁垒 文化差异 信息阻塞 落后的交通 以及高昂的物流成本等等 排除了这些阻碍 那么都可以提高效率 现在我们再来看生产效率条件 在这个公式当中 MST是编辑技术T的 K和L分别代表两种基本的生产要素 资本和劳动 XY代表两种商品 这个公式的含义是 任意两种商品的生产 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编辑技术替代理相等 在微观金学的厂商理能当中 我们知道 在既定的某种产品的产出规模下面 厂商为了减少一定量的某种要素的投入 必须增加另外一种要素的投入 而编辑技术T代理 就是这两个编量之比 因此 编辑技术T代理 就是等产量线的协力 我们看这个图 这就是在生产一种商品的情况下 那么横轴呢 代表的资本 纵轴代表劳动 这个曲线是等产量线 而斜线呢 是等成本线 B点就是厂商的生产均衡 因为在B点 等成本线跟等产量线正好相切 那么厂商 它以既定的成本 达到了最大的产量 这个时候 编辑技术T代理 也就是这个等产量线的协力 它正好等于等成本线的协力 而等成本线的协力 就是资本与劳动 这两个要素的价格之比 就是这个等线的协力 现在我们可以简化过程 直接将这一个过程 扩展到两种商品生产 这样一种 艾奇沃斯合作图当中去 我们再看这个图 在这个图当中 横纵中分别代表 两种可供投入的要素 也就是资本和劳动 那图的边框既定 就代表社会可以投入的两种要素的总量是既定的 那么 左下角和右上角分别代表两种商品产量的原点 这两种商品的等产量线都突向自己的原点 这个艾奇沃斯合作图当中的任意一点 它代表的是一种特定的要素投入的初始组合 也就是以一定量的资本和劳动 用于一种商品的生产 以剩余的资本和劳动 投入另外一种商品的生产 每一种初始图入组合 都对应一个帕拉托斯有点 也就是两种商品等产量线的切点 只有这切点 要想增加一种商品的产量 必须减少另外一种商品的产量 而在这个切点 正好两种商品 在两个要素上的边际技术替代理相等 这就是生产效率条件 由于有无数种可能的初始要素投入的组合 因此就对应着无数个帕拉托自由点 所以所有这些点连成的一条线 我们就称它为生产的汽油曲线 在刚才我们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实际上简化了任意一个要素 初始组合下面实现生产效率的过程 因为它与交换效率的实现过程的逻辑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要补充强调的是 基于同样的逻辑 改变要素的组合 可能实现生产的帕拉托改善 也就是说 要素的自由流动 对于提高生产效率至关重要 所以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机制 同样都是没有效率的 如果延伸一下 自由流动 包括商品的自由流动和要素的自由流动 它是效率的灵魂 所以也可以说 在资源配置领域 自由就是效率 现在我们再来看 交换生产的组合效率条件 第三个条件 我们看这个公式 MRT 它是编辑转换力 为此 我们要回顾 微观经济学当中的生产可能性 编辑 看这个图 在这个图当中 横重轴分别表示 两种商品的产量 曲线 AB 是生产可能性曲线 线上的任意一点 它的含义是 在要素的总量既定的前提下 给定大米的产量 面粉所能够达到的最大产量 那所有的这些产量组合 连成的一条线 就是生产可能性曲线 编辑转换力 就是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行李 沿着这条曲线移动 为了增加一种商品的产量 就必须减少另外一种商品的产量 两种商品的增减量之比 就是编辑转换力 所以 组合效率条件的含义是 两种商品的编辑转换力 等于任意一个人 对于这两种商品的编辑替代理 我们看这个图 在这个图当中 EF是一条给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线上的任意一点 都满足生产效率条件 也就是我们假定 生产已经实现了帕拉托最优 现在 在这条线上任意起点 这就定义了 爱奇沃斯合葬图的素轴 也就定义了 生产帕拉托最优下的 两种商品的产量组合 于是 我们可以得到一条 交换的期约曲线 那么这条交换的期约曲线上的 任意一点 它都是有交换效率 假如 这个交换的期约曲线上 某一点 比如 一点 这个切线 S的协力 MR 就是编辑 替代理 两种商品的编辑替代理 跟OB的切线的协力 正好是相等的 那么一点 那么一点 就是具有综合效率的资源配置 帕拉托自由点 因为 在该点 生产者愿意将大米生产 涨换为面粉生产的比例 正好等于消费者愿意以大米交换面粉的比例 也就是说 生产 达到帕拉托最优的时候的产品的生产结构 与消费达到最优势后的消费结构 正好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 你任意改变资源的配置 都不可能在不省害他人福利的前提下 去增加某个人的福利 所以就实现了组合效率 那也就是满足这个条件 任意两种商品生产的编辑转换力 等于任意一个消费者 对于这两种商品的编辑替代理 我们上面 对帕拉托效率的这样一种分序 都是在实物经济当中来进行的 如果回到货币经济 这样一个真实世界当中 引入货币这个媒体之后 那么编辑转换力 就是两种商品的编辑成本之比 而编辑替代理呢 就是两种商品的价格之比 所以综合效率条件 也可以表述为 两种商品的交易价格之比 等于生产它们的编辑成本之比 因此 如果每种商品的价格都等于它的 编辑生产成本 那么资源配置一定是帕拉托最优的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经济学所说的效率是指帕拉托效率 帕拉托效率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一个是交换效率条件 它是指任意两个人 对于两种商品的编辑替代理相等 第二个生产效率条件 是指任意两种商品的生产 它们的编辑技术替代理相等 第三个是组合效率条件 那就是两种商品的编辑转换力 要等于任意一个人 对于这两种商品的编辑替代理 所以帕拉托效率的核心是什么呢 帕拉托效率的核心 最后我们可以总结为一句 那就是如果生产一个商品 所耗费的编辑成本 恰好等于消费一个商品 能够获得的编辑效用 那么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好 这一节我们来讲 完全竞争市场与效率 我们先了解一下市场是怎么回事 那市场就是买卖的场所 那经济学所说的市场 更多的是指经济主体之间 平等 自愿 有厂的交易机制 我们看这个图 就是对市场一个简化的模型 在图当中 有两类市场主体 家庭和企业 有两个市场 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我们假定 家庭是要素的所有者 拥有资本 劳动 这样一些生产要素 并且向企业出租或者出售 同时也购买企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 以供消费 那么企业从家庭购买生产要素 以生产家庭消费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也就是说 在要素市场 家庭是卖方 企业是买方 在商品市场 企业是卖方 家庭是买方 那货币呢 是交换的媒介 流动的这个方向 正好跟商品和服务的流动方向相反 家庭追求要素收入和效用的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也就是说 作为经济主体的家庭和企业 都是在既定的约束下面 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人 那么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 在国富顿当中 把市场机制形象的比喻成 一只看不见的手 他说 在这个场合 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 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去尽力的达到一个 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标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 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 更有效的去促进社会的利益 亚当斯密 极力推崇自由市场的这样一种思想 后来被经济学发展出来的一般均衡理论 给出了年仅的证明 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 我们现在看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他是说 完全竞争市场均衡时 资源配置一定是具有帕勒托效率的 那么什么是完全竞争市场呢 他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 生产性资源为私人所有 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边界是可分的 第二 市场上交易的每一种产品都是同值的 第三 有足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以至于每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 他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而不是操纵者 第四 商品和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第五 交易的各方 可以获取与交易有关的所有信息 满足以上五个条件 就符合完全竞争市场假设 那什么是竞争均衡呢 均衡 它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 本意 是指物体保持它既有状态不变的那种趋势 那么经济学引入均衡这个概念 它 就是指资源配置保持既有状态不变的那种趋势 这个时候 价格已经充分调整到 令所有的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相等 这就意味着 除非改变既有的消费偏好 或者生产技术 否则 所有的要素配值不再变化 从而所有商品的产量也不变 价格不变 这就是均衡 那么 为什么完全竞争市场达到均衡的时候 资源配值就能够满足帕洛多效率条件呢 黏密的证明 需要非常复杂的数学推导 我们这里只是给出一个简单的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交换效率条件 交换效率条件是指任何一个人对于任意两种商品的编辑替代率相等 也就是任意一个人对于两种商品的效用的评价之比是相同的 根据微观经济学的消费理论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是两种商品的编辑替代率等于它的价格之比 而完全竞争市场均衡时 所有人面对的商品价格都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 他们面对的价格之比也是相同的 那么预算线的协力都相等 于是 怕了说交换效率的条件就可以得到满足 其次 我们再来看生产效率条件 生产效率条件 是指厂商生产任意一种商品的编辑技术替代率相等 那么根据厂商理论 生产者实现产量最大化的条件 是它的编辑技术替代率等于两种要素的价格之比 而完全竞争市场均衡时 所有厂商面对的要素价格都是相同的 所以他们的价格比也是相同的 也就是等成本线的协力都相等 于是 生产效率条件也可以 在均衡时得的满足 那么最后 我们再来看综合效率条件 综合效率条件 是指任意两种商品的编辑转换力等于任意一个消费者 对于这两种商品的编辑替代率 编辑转换力就是两种商品的编辑成本之比 而编辑替代率呢 是两种商品的编辑效用之比 而在市场均衡的时候 同样一种商品 它的编辑成本和编辑效用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 每种商品的编辑成本等于它的编辑效用 于是 综合效率条件就可以被满足 所以 完全竞争市场在均衡的时候 能同时满足帕鲁托效率的三个条件 但是 我们上面对帕鲁托效率的这种分析 并没有考虑 每个社会成员初始的 禀赋状况 换一句话说 无论初始禀赋如何分布 完全竞争均衡时 都能够保证资源配置达到帕鲁托最优 这就有可能 出现资源配置虽然有效率 但腐力分配 却极不公平的这样一种状况 比方说 我们看这个图 在这个图当中 横纵种分别代表 AB两个人的效用 我们假定 存在一种社会无差异曲线 反映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 同时 也存在一条 社会效用可能性边界 在这条可能性边界上面的任意一点 都满足帕鲁托效率条件 我们的问题是 在这个图当中 哪一点更好呢 显然 要回答这个问题 先要明确 好的标准 如果以效率为标准 那么I1 I3都好 I2不好 如果以公平为标准 I2好于I1和I3 那如果兼顾效率和公平 那I3最好 在导论当中 我们讲过 好的标准 就是规范经济学 需要回答的问题 福利经济学 就是一种规范经济学 除了追求资源配置 帕鲁托效率以外 福利经济学 它还讨论 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如果我们假定 个人的福利 起结于他的收入 并且假定 收入的边际效用 是递减的 而社会福利 是两个人的 福利加总的话 那么很容易推倒 社会福利函数的 极致条件 是每个人的收入的 边际效用相等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 假定 每个人具有 相同的效用函数 那这个极致条件 就变成两个人的 收入相等 那么 在满足上述 一系列假设下面 能否为了追求 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手段 去实现收入的均等化呢 答案可能是不行 因为如果政府再分配 要实现收入的均等 那么要素的所有者 就会失去追求收入最大化的激励 企业也失去了利润最大化的激励 那么市场竞争就失去了动力 这个时候 资源配置的 帕特特效率的目标 就会化为破译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 公平和效率 它是有冲突的 那怎么能缓解这个冲突呢 福利金学第二定例 就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 那福利金学第二定例 它是这样来表述的 任何一种帕特特效率 都可以通过 适当的粗食禀服的再分配 在完全竞争的均衡里面 去实现 也就是说 如果政府只是对粗食禀服再分配 比如征收一次总付税 也就是每个人的纳税额 跟纳税人的行为选择是没有关系的 一样可以在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的时候 去实现预期的资源配置的帕特特效率 也就是说 公平可以跟效率没有关系 很明显 福利经济学的第二定例 它是第一定例的逆定例 第一定例 它强调竞争市场均衡 一定是有效率的 而第二定例强调什么呢 强调效率 一定是在市场竞争均衡的时候 出现的 跟第一定例一样 第二定例 它的粘迷证明 在素学上也是非常复杂 那这一般都要在高级微观金学当中 才能去学习 需要说明的是 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例 它证明了竞争市场的合一性 当然 它们都建立在非常苛刻的假设前提下 但是在真实的世界当中 这些假设前提 基本上很难满足 那么 它的意义又何在呢 主要有两点 第一 一般竞争均衡理论 它提供了一个理想状态的参照性 从二 为政府的政策制定 明确了方向 第二 它提供了一个理论基准 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建立了基础 当我们去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规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不断的来放松 完全竞争假设 去逼近真实世界 那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小节 我们这一节讲的是 完全竞争市场均衡跟效率的关系 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律 其中第一定律 就证明了 完全竞争市场在均衡的时候 是可以符合帕里托效率标准的 而福利经济学第二定律是说 如果政府改变粗食禀服的分配 那么就可以在满足公平 我们要求的前提下 去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里托效率 好 这一节就讲完了 这一节我们来讲 市场失灵当中的资源配置失灵 这主要有公共品 外部性 垄断和信息不对称 我们先看公共品 那公共品 它是与私人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这是萨米尔森在1954年发表的论文 公共支出的成理论当中 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按照它的定义 公共品是一个人消费 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样消费的那种物品 比如灯塔 所以也有人称它为共用品 或集体消费品 但整确的理解这个定义 是要了解公共品的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 消费的非竞争性 消费的非竞争性 它是指增加一个公共品的消费者 他所需要增加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 边际拥挤成本为零 为了理解这一点 我们可以用拥挤函数来帮助理解 在这个公式当中 小写的U 它是个人消费获得的效用 大写的U 是某种公共品的总效用 N 是消费者的人数 α 是拥挤系数 那拥挤系数它的起质范围呢 是零到一之间 拥挤系数 它是区分公共品 私人品 还是混合品的主要标准 公共品 它的拥挤系数等于零 当它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式子 个人的效用 就等于这个物品的总效用 所以 个人获得的效用量 跟消费者的数目 就没有关系 而私人品呢 它的拥挤系数等于一 当等于一的时候 这个式子的值 个人的效用 就等于N分之一的总效用 也就是每个人 获得了N分之一的 这个消费权 那混合品呢 它的拥挤系数 借于两者之间 零到一之间 这个时候 个人获得的效用 会随着消费者的数目的增加 而减少 但是 它减少的幅度 小于消费者数目增加的幅度 所以 混合品 它介入私人品和公共品之间 有的时候也称准公共品 公共品的第二个特点 是受益的非排他性 那所谓受益的非排他性 它是因为 由于技术或者人为的因素 无法将一个人 排除在公共品的消费者之外 技术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没有排他的技术 或者排他的技术 死容起来成本很高 以至于不划算 比方说 行人过城市街道 那么人为的原因呢 它主要是 即使有排他的技术 但是提供者认为 排他没有必要 所以 就做出了 非排他性的制度安排 比方说 义务教育 那么根据以上两个特征 我们就可以对物品 来做一个分类 我们看这个表 私人品 它同时具有竞争性 和排他性特征 比如食品 公共品 同时具有非竞争性 和非排他性特征 比如国防 公共资源 是具有竞争性 但也具有非排他性的物品 这主要是公共产权 或者产权没有明确 划分的那些资源 比如江海中的鱼类资源 混合品 是具有非竞争性 但有排他性的物品 比如收费的高速公共 为什么在公共品领域 会出现市场失灵呢 首先 公共品的市场不存在 也叫市场缺失 也就是没有人买卖公共品 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 任意一个潜在的消费者 他都不能够被排斥在消费群体之外 所以 对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而言 没有人愿意付费去购买公共品的消费 都想搭便车 而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来说 当然就不会去生产无人购买的公共品 也就是说 价格机制它不存在 无法去调节公共品的供给与需求 其次 公共品它会出现过量消费 根据我们前面讲过的内容 我们知道 资源配置怕得多效率的最有条件 可以简化成 编辑成本等于编辑效用 等于价格 但是 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带性 它的价格为零 所以 消费者为实现效用的最大化 就必须将它的消费量 增加到编辑效用为零 理论上 这个时候的消费量 它是无穷大 但是由于 新增一个单位的公共品 它的编辑生产成本是大于零的 所以 这个等式它是不成意的 也就是生产的编辑成本 它是大于消费的编辑效用 对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来说 这就是过量消费 比如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住房价格为零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 从资源配置机制上看 免费等于浪费 资源配置领域的第二个式灵 是外部性 也叫外部效应 它是指 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 或者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不一致 私人收益 或者私人成本 它是指个体经济行为选择 给个人自己带来的收益或者成本 社会收益或者社会成本 是指个体经济行为的选择 给包括他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 带来的收益或者成本 外部性 有两种基本内性 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 正外部性 它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 比如植树造林 植树人将来能够获得的收益 就是卖树的钱 但对于前社会 它不仅有卖树的收益 还有树木在生长过程当中带来的 水土保持空气改善等方面的收益 但是通过市场交易机制 社会上的其他人没有对植树人带来的这些收益 给予相应的补偿 这就形成了收益万一 就是正外部性 与此相反 负外部性 它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 比如化工厂排污 化工厂生产化工产品 它会将废水废气这样一些化学污染物 排放出去 那化工厂负担的成本 是化工产品的生产成本 而周边居民还要承担污染物造成的损失 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 化工厂并没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 给予周边居民相应的补偿 这就形成了成本万一 这是负外部性 在具有外部性的情况下 为什么市场会有市场失灵呢 我们先看这张图 正外部性 在这个图当中 这种育苗 它是一种收益万一的行为 私人收益 小于社会收益 万一的边际收益 为 MEB 在这个图上 反映的就是 个人的气球曲线 低于社会气球线 S是供企线 也就是边际社会成本 MSC 它与边际私人收益 MSB 和边际社会收益 MPB 分别相较于 U N 私人的最优决策 也就是均衡点为 U 而对应接种的规模 就是10万人次 但 因为边际社会收益更高 社会的最优决策 就是均衡点 应该为N 对应的最优 几种规模 应该是20万人次 这就是说 曾在正外部性的情况下 私人决策的最优 需求规模 小于基于社会收益最优 需求规模 这个时候 边际社会成本 小于 边际社会收益 再看 负外部性 我们看这个图 造纸厂生产纸张 它会排放污水 在造纸厂 无息对受污染的周边居民支付赔偿的情况下 造纸厂支付的私人成本 是小于社会成本 万亿的边际成本为 MEC 在这个图上 反映的就是 私人供给线 低于社会供给线 D 是需求线 也就是边际社会收益 它与边际私人成本线 和边际社会成本线 分别相交于 AH 造纸厂 它的最优决策 是均衡点A 对应的 最优生产规模 就是5万吨 但是因为边际 社会成本更高 社会的最优决策 也就是均衡点 应该为H 对应的最优生产规模 应该是4万5千吨 这就是说 曾在负外不幸的情况下 私人决策的最优攻击规模 大于基于社会成本最优的攻击规模 这个时候 边际社会成本 大于边际社会收益 前面曾经提到 亚当斯密说 市场机制下看不见的手 会引导着私人决策去实现最好的公共务力 但是 现在有了外不幸 私人收益跟社会收益 或者私人成本跟社会成本不一致 私人 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 并不能达成社会资源配置的帕拉脱自由 也就是说 满足不了 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 这个自由条件 现在我们来看 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的第三个方面 那就是垄断 所谓垄断 就是由于其他经济主体进入有障碍 而造成的先前已经进入的经济主体市场独占 在市场独占的情况下 买方或者卖方 它可以控制市场价格 这样的市场 就不是完全竞争市场 一句进入市场的障碍的不同 垄断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自然垄断 它是由于平均成本力减 或者规模爆出低增 而形成的市场独占 我们知道企业的生产成本 它是由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组成的 固定成本 它是指成本的总量跟产量规模关系不大的那些成本项目 比方说固定资产 变动成本是指成本总量与产量规模关系非常密切的那些成本项目 比如能源原材料 有些行业 比方说公众事业 它起初的投入的固定成本比较高 而变动成本 它是比较低的 而且有的时候 边际成本 也就是单位变动成本 它基本不变 这样 随着企业总产量和销售规模的不断扩大 产品的平均成本 它会递减 而规模爆出就递增 这样的行业 如果假定市场潜在的需求规模既定 那么由一家企业来供应 比由多家企业来供应 由于企业的产量规模更大 平均成本就会更低 也就是说 从技术上讲 一家企业垄断式的供应 比多家企业竞争式的供应 平均成本更低 更有效率 第二 是社会垄断 它是由于人为的因素的阻碍 而导致的其他经济主体 进入有障碍 从而形成的市场独占 比方说 政府的行业管制 实行市场整入制度 一个企业 要想从事某种商品和服务的生产 必须先获得政府颁发的许可证 比方说 金融许可证 在有政府整入管制的情况下 即便政府发放的牌照 不止一个 但是因为有人为的进入障碍 资本和劳动 这样一些生产要素 就不能够自由的进出该行业 从而就使得先前我们定义的 那个完全竞争假设 这个条件不符合 第三种垄断 就是资源垄断 它是指 由于关键的资源 为某一个或者某些市场主体独占 而造成的是市场垄断 比方说 欧比克组织对石油 它就能够影响石油价格 这也与我们前面提到的 完全竞争市场是不符合的 那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垄断 自然垄断 社会垄断 资源垄断 也不管这个垄断的程度 有多大的差异 只要它的行为 足以左右市场的价格 都会对市场均衡的福利结果 产生不利的影响 那下面我们就以自然垄断为例 来说明 它是如何导致市场失灵的 我们看这个图 MC是边附成本线 它在这个图中显示是不变的 MU是边附效用线 AC是平均成本线 MR是边附收益线 依据厂商理论 企业的利润对最大化的条件 是边附成本等于边附收益 这样企业的最优决策 它的产量就应该是Q0 而帕拉多最优均衡条件是边附成本等于边附效用 也就是边附成本线与西球线的焦点 这个时候最优的产量是Q一撇 也就是说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面 企业利润最大化石的产量 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石的产量是不一致的 企业的产量产规模Q0 它是偏小的 而均衡价格是偏高的 这是垄断造成的市场 不能满足帕拉多最有条件 资源配置的市场是零的最后一个方面 那是信息不对称 它是指交易双方对交易产品的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不同 一方握有另一方所不知道的信息 也叫信息偏债 这是市场交易当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 一般来讲 卖方比买方对交易产品有更多的信息 所以俗话说 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容易出现两种情况 一是逆向限责 这是指交易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不但下降的这样一种现象 市场竞争的结果一般是优胜劣汰 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它可能出现劣胜优态的这样一种反常现象 比如假冒伟劣产品价格更低 但是由于买方不了解它的真实信息 以为是真货 容易上到受骗 这样 只有价高的均货 反而卖不出去 值次价廉的假货充斥市场 又比如健康保险市场 保险公司 它会依据社会平均的疾病概率和医疗成本 去设计保险费率 而投保人 他会依据自身的健康的状况来决定是否参保 一般来说 年轻力胀的 他不会去投保 那雅健康或者健康账货差的人 他才会选择投保 这个时候 保险公司很可能就会负责 于是保险公司就要提高费率 这样就会促使那些雅健康的人 也退出保险市场 最后买保险的人 可能都是那些病入膏肓的人 从而使这个健康保险市场 萎缩 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第二种状况 就是道德风险 这是指信息有优势的一方 他省人力挤的这样一种行为取向 比如 人们常说的 医德 私德问题 在医疗 教育领域 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相对较高 医生 老师 他是信息优势的一方 而患者 学生 是信息劣势的一方 那么医生 老师 他为了自己的收入最大化 那他会诱导患者 学生过度消费 医生 让病患 去做不必要的检查 开大处方 这是过度治疗 而教师呢 让学生学不必要的知识 或者 课类敷衍 校外再去补课 这是过度教学 上述两种情况 都会导致资源配置 结果不能满足帕洛图这个条件 也就是编辑成本不等于编辑教育 出现逆向选择事后 市场他不能够达到均衡 而出现 道德风险的时候呢 均衡的结果是编辑成本 高于编辑教育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一节我们讲的是资源配置领域的市场失灵 主要有四种情况 公共品 外部性 垄断 和信息不得逞 这一节就讲到这里 这一节我们来讲 宏观领域的市场失灵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收入分配 一个是经济稳定 我们现在看收入分配 在我们以前讲的内容当中 介绍市场效率的时候 我们讲到 帕洛多效率 它是从资源配置角度 对经济运行结果优劣 所做出的一个判断标准 它跟福利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状况的好坏 是没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效率与公平是两个不同的评判标准 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 市场运行 能不能够使福利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 达到合一的结果 或者说市场分配 公平吗 年格上说 公平是一个伦理学问题 从收入或者福利的角度来看 它是人们主观上 对于分配结果合一性的判断 既然是主观判断 这就与判断的标准有关系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公平标准 比如 有人认为按贡献分配是公平 有人认为按差距小是公平 为了避免这些分歧 作为以科学来标榜的经济学 需要找到一个客观上可以观测的变量 以便进行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用来观察收入分配结果的指标有很多 最常用的是经济系统 我们来看这个图和这个表 在这个表当中 它是根据社会成员的收入的高低 由低到高 来划成若干个等份 比如五等份 分别统计他们的收入 在总收入当中的比重 然后进行累加 由此可以依次的找到 上面这个图当中的 A D C D E 五个坐标点 那这些点连成的一条线 就是洛伦次曲线 这个图当中的对角线 线上面的任意一点 它对应的横中坐标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称它为收入分配 绝对平均线 因为只有每个人的收入是一样的 统计出来的洛伦次曲线 才会跟它重合 另外一条线折线 O F1 我们称它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线 因为只有收入集中在一个人手中 统计出来的洛伦次曲线 才会跟它重合 我们定义 洛伦次曲线与对角线之间的 所夹的这个扇形的面积为S1 那基尼系数怎么来的呢 基尼系数就等于S1的面积 占整个下面这个三角形的面积之比 显然 基尼系数的起值范围在0到1之间 基尼系数值越小 表明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小 基尼系数的值越大 表明收入分配的差距就越大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 基尼系数它只是众多观察收入分配结果的方法当中的一种 不懂的观察方法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盲人墨向 各有利弊 第二 基尼系数的优点是比较直观 它能够从整体上了解收入分配差距的概冒 所以是最常用的指标 第三 基尼系数的缺点 它是不便于直接观察差距内部的结构 而比方说 每一个不同的收入阶层 它们的收入在总收入当中的比重 通过经济系数我们没办法直接看到 第四 不管用什么样的指标 去观察收入分配的结果 它都是一种事实的描述 而不是价值的判断 因此 经济学家 在采用这些工具的时候 实际上 他研究的是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 而不是公平于否 现在我们来看看市场是如何分配收入的 微观经济学中 收入分配理论跟价格理论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 收入分配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要素价格问题 市场均衡的时候 要素价格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 也就是说 要素的边际产出 这个时候 每个家庭的收入 等于它的要素量跟要素价格的成级 但是在均衡的时候 同质要素它的价格是相同的 所以收入实际上是起结于 家庭掌握的要素禀附 如果假定每个家庭促使禀附不同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面 收入就会有所不同 问题是 不同的收入 除了能够导致家庭消费的差异以外 它还会使家庭的储蓄 人力资本的投资有差异 这就会进一步扩大要素禀附差异 和以后的收入差异 这就是说 市场的收入分配会出现马太效应 也就是贫者越贫 负者越负的这样一种两极分化现象 那么这种两极分化会有什么后果呢 它会有系列的问题 首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上讲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是跟它的有效需求的大小有关系的 消费需求是家庭的收入和家庭消费倾向来决定的 而边际消费倾向又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如果我们假定国民收入的总量一定 这个时候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 整个社会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就越低 从而社会的总消费需求就越小 这当然就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其次 从静态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 社会福利的大小 它不仅起结于蛋糕的大小 还起结于蛋糕怎么分 如果 假定收入的边际效用地减 并且 个人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 那么 在蛋糕总量一定的前提下 分配差距越大 整个社会平均的收入的边际效用就越低 从而使社会福利就越小 第三 从市场规则和秩序的角度来看 当两极分化死一部分弱势群体 无法维持基本生活 或者赢得社会的尊重的时候 他们就可能会选择违反市场交易规则 破坏市场秩序 当市场规则和秩序稳单的时候 市场效率就会失去了根基 最后 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 现代社会文明 它要求基于每一个社会成员 基本生成和发展的权利 但是如果两极分化 就很可能会危及 那些少数的弱势群体的这些基本权利 正是从以上的这些角度 一般认为 纯粹的市场分配机制 并不能够导致合一性的结果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说市场是存在分配失灵的 除了收入分配上的市场失灵以外 宏观经济的市场失灵 还表现在宏观经济波动上 依据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稳定 起见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贫困 总供给就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 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量 而总需求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 它的货币购买力 如果两者相等 那市场出清 这个时候的宏观经济 它是稳定的 是均衡的 如果不相等 就有两种情形 第一 供给大于需求 这个时候库存增加 工厂会卸业 失业力上升 物价会下跌 我们称它为通缩 通货紧缩 第二 供给小于需求 这个时候 失业力下降 物价上升 我们称它为通胀 如果经济系统是开放的 那它还可以通过进出口来调节 在通缩的时候 出口它会大于进口 贸易出现顺畅 而在通胀的时候 出口会小于进口 贸易逆差 因此观察宏观经济稳定不稳定 主要有三个指标 失业率 通胀率 和国际收支 在微观经济当中 价格它是自由波动的 调节工求 通过 价格的波动 最后达到工求均衡 一般均衡理论 已经证明了市场均衡的存在性 有效性 和稳定性 因此市场 它不会出现 长期的通缩或者通胀 那为什么 宏观经济学 它要讨论经济的稳定问题呢 这主要是因为 微观经济学的 一般均衡理论 建立在一系列 严格的假定前提下 但这些假定前提 在真实世界当中 它会出现不一致 首先 一般均衡理论 它是一种静态分析 它假定 要素技术既定 偏好既定 但真实世界当中 这些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 旧的均衡就会被打破 在出现新的均衡之前 市场它是不均衡的 由于要素技术偏好 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 所以从根本上讲 市场均衡 它是相对的 不均衡才是绝对的 第二 一般均衡理论 它是以确定性分析 为基础的 它假定 未来是确定的 不存在风险 但是在真实世界当中 未来是不确定的 一方面 一个人的选择 它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选择 另一方面 每个人的选择 它会根据自身的 约束条件和预期的变化而变化 这就使得整个社会 处在一个不断的变化之中 宏观经济出现的剧烈波动 大多都跟预期的变化 和相互感染有关系 或者换句话说 当人普遍预期乐观的时候 经济就容易过热 而当人们普遍预期悲观的时候 经济它可能就萧条 现代经济学当中的大部分心理论 比如博弈理论 预期理论 其实就是在不断的修正 一般均衡理论的假设前提 以便能够更好的解释真实的世界 那市场效率它是建立在市场均衡的基础之上 宏观经济既然会出现波动 当然就会有损经济效率 比如 宏观经济出现通缩的时候 虚力上升 那这起码意味着劳动力 这个要素没有被充分离 那宏观经济如果出现通胀呢 它物价会上涨 那在预期的作用下面 就会出现商品的腾积 抢购 这样一些现象 加剧了胆怯 形成泡沫经济 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些意义上 我们说市场它会出现稳定性的失联 我们总结一下 这一节我们讲的是宏观领域的市场势力 主要是从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 两个角度来展开的 好 这一节就讲到这里